小S作为娱乐圈中的知名主持人 他会写幽默 作风大胆 但内心却是无比柔弱 今日小S在哭完自己39岁生日的当天 就在微博开启素颜直播 直播中的他对着镜头一直哭诉 眼睛都肿了 网络上流出许多小S生不出儿子的嘲笑声 对此有一位网友忍不住反驳道 我在想有多少人是杀死自己的女儿才生出的儿子 然后在这里嘲笑别人生不出儿子 以他的财力 他会写的儿子 所以生不出儿子吗 台湾怀孕都是知道性别的 他明明知道是女儿还是生下来了 我就觉得他是个爱孩子的好妈妈 对于该网友的留言 几乎有近万粉丝点赞表示赞同 想必小S看了心里一定很暖吧 现在对于小S来说 儿子或许是他心中永远的一个伤疤 不管怎么样 期待小S能够像他在节目中那样快乐起来 我真的很讨厌过生日 尤其是39岁一个莫名其妙的年纪 然后我讨厌别人送我蛋糕送我礼物 因为我讨厌纸袋还有纸盒 还有I don't need anything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送我礼物 就像花 Oh my gosh Flower 可是我 看到的时候还是很感动 在我生日要过的前两小时 我要跟所有全世界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可是你莫名其妙的 愿意祝我生日快乐的人 说谢谢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 可以获得你们的喜爱跟祝福